大家好,欢迎来到四海维加,在这里听见真实的加拿大,我是贝贝 我知道很多家庭移民加拿大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为了孩子,让他们能够享受加拿大的教育 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孩子要上小学的时候,下定决心,举家迁移,来到了加拿大 那么,加拿大的教育让我满意吗?为什么它能被称为世界一流的教育?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莉莉姐,一起来聊聊加拿大教育 莉莉姐定居加拿大17年,10年前当了两个混学女儿的妈妈后 选择离开金融行业,转型生根加拿大教育 是加拿大名校留学升学规划师和IS Canada国际教育创始人 帮助过很多小留学生和新移民家庭,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哈喽莉莉姐,欢迎欢迎 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许莉 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想要邀请你来我的播客吗? 我上次不是看到你回国了吗? 其实我也知道你已经五年没有回国了 时隔多年把自己放在中国教育的环境里面 同时跟一些家长和孩子面对面的这种交流的机会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新的这种视角或者是这种新的感受 去重新审视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教育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次回国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对中国教育比较强烈的这种感受? 我四年半没有回国了 首先第一个给我自己最大的一个震惊 把我自己吓着的是,原来我已经掉入到信息见房了 我呢就一直是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注重开放性 要多看不同渠道的意见,想法,评论 以前每年都回去 所以的话呢会真实的感受比较准确 但这次已经四年半我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订了很多不同的公众号呀 一些热点呀我都会去看公众号像蓝香树呀 李语诺,伊诺的这个奴隶社会 李诺的他的意图的整个学校的这种 包括同性世界呀,好警方我都很关注 信息来源是比较广泛的 中文的英文的我都去转 所以我自认为我关注的都是大的平台 然后那个转发数人也多,大家评论也都很热闹 我说哇,那这个应该是国内教育的现状 比如说我看到国内很多比较好的这些教育 就是要是以孩子为本啊,怎么样比较开放式的呀 所以我说哇,这国内的现在教育状况跟我们这边很相似了 是在接近了,我还很开心 结果呢,没想到回去以后 我发现现实情况和我以为我通过媒体 通过新闻关注到的情况差别是非常大的 我看到的这些其实是比较前沿的先进的 或者是跟我们理念很相似的 是觉得他们是倡导者呼吁者 但正是因为匮乏 所以他们才在努力的倡导和呼吁 但现实生活需要中间追赶的距离是很大的 那你这次回国就一共去了哪些城市 我这次就是北上广深 去的都是一线大城市 然后呢也是接触了不同类型的学校 对,就是有国际学校 也有普通的工艺学校 你是从哪些细节看到 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那比如说我拿我的妹妹来举例吧 我妹妹因为我也是经常 我妹妹她的孩子是今年二年级 因为在她小孩小的时候 上小学之前 因为我在经常跟她来讲这些东西嘛 她呢也是自以为觉得是 我是很开明的 我以后带孩子要不急 要不躁 我一定要很放松心态 在上小学之前 我觉得她做挺好的 根据孩子的优势啊 特点啊 跟我们一样的 她就说 我要顺着孩子 不能看别人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还比较放松 但是我发现她一进到小学 我发现她的状态变了 她女儿晚上什么东西没有做完 那班主任找的是她呀 然后呢她就说 班主任就打电话跟她讲 就是你们这个家长怎么回事 我布置的这些东西 你们怎么都没有做完 她说 那我想去 孩子那天就很想去跳舞 那我的可能这段时间也跳舞了 我的数学过不上了 或者晚上孩子很困了 做不了了 他们就说先去休息 但是呢 第二天 班主任就会很严厉的在批评家长 说你们这个家长是怎么回事 别的孩子 别的家长怎么都可以做到 你们家的孩子怎么就做不到 然后她意识到 当班主任给家长这个压力的时候 孩子在班里的感受也不好了 孩子也会觉得 那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做了 我怎么做的不好 我觉得 我就觉得以前本来不焦虑 觉得做好准备的 这个一直很普通的老百姓的 这个妈妈 还是有点先见之明的 当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去的 这时候 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然后包括也是很多的一些同学呀 朋友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 这种就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个人就算再有觉悟 或者是说这些理念 你包武装的再好 但是你凭己之力 是对抗不了这个体系 是的 这个制度 然后整个环境的 那你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他们是 怎么样一种心态吗 就是他们可能已经 也看到这哪些好哪些不好 但是他又没法对抗这个体系 会不会他们在这个家庭教育上 会自己 是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这几年 其实不光是在回国 就是有感受到 因为我也是在 不管是做青少年职业规划 还是青少年优势教练 我也跟国内的很多的同行的 这个做教育的这批老师 或者去沟通 这点就让我很欣喜看到的是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长 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 那就是学校给不了这一块 那我们自己在家庭能做什么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其实孩子以后 事业上有多成功 我觉得其实所有大部分家长 期望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觉得孩子幸不幸福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最核心的 越来越多的家长 在孩子的幸福力上边去下力的话 这样以后 其实我们的体制可能改革的比较慢 但是你至少 因为孩子在家庭的这个 原生家庭呀 不管在家庭里的熏陶 父母做榜样的这个力量 可以贯穿孩子一生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让人看到 是有一件很有希望的一件事情 就你这次回去 你观察到大部分中国家长的状态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两个字焦虑 对 这个焦虑它跟孩子的学习成绩 没有关系 它在哪个城市没有关系 它跟孩子在哪种类型的学校读书 没有关系 它跟这个家里有没有钱 没有关系 就是我看到是各种 各种状况的家长都很焦虑 就有时候我看到 已经非常优秀的孩子了 我觉得你这么好的 你如果放在我们加拿大 你太省事了 你就就是以后 闪闪发光的一个小明星啊 家长也很发愁 所以我说你这愁什么呢 那家长一解释说 那你看你这整个都好 但是他这个就物理呢 就差那么点 那这孩子就差一点 或者这个就是觉得 这孩子怎么就是 他所有东西他都自己做 他这个就是 讲不出来 就闷着 按理来说 就是总是你 不管是从性格上 分数上 课外活动上 他总是能看到 不够的地方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是跟我们加拿大的 情况完全不一样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 然后文化最后要归根到这个社会的体系 它的价值观 他想要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的话 因为在咱们加拿大呢 是优势教育体系 所以是选 不管是学校的体系设置 人才的选拔 到学校教育的培养 到最后家长给孩子发力 都是用同样的一个优势选拔 我们不补短板 我们来看推你的长项 所以我们会很坚定的相信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个体是有它的价值的 然后呢 这个信念把它 从微观的家庭到就业 全部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反之 放在中国的社会里边 是不一样的情况 我们是用标准化模式 我们要挑最好 所以最近有一本书 上个月在丹当网 卖的非常好 叫《不内耗的教育》 就是因为大家真的很焦虑了 打中了大家的情绪了 对 打中了大家的情绪 然后我看了 翻评上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应该是作者深深思考过 也是家长们很希望看到的一句话 就是孩子脸上有笑 眼中有光的教育 是什么样的教育呢 他们带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都去买这个书 我一看我说 诶 这答案不是加拿大教育吗 你不觉得我们加拿大的孩子 真的 我觉得他们在学校 真的好开心 是 是 是 都是脸上都是带着笑 是 然后眼里有光 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眼里放光了 是 我觉得还可以加一句 就是心里有爱 因为我们这边的学校社区 然后大家平常的老百姓 自动会去做这些有爱的事情 是 传递爱的事情 是 是 是 我觉得这个让我特别有感触 就是脸上有笑是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我两个小孩 他就是非常喜欢去上学 就每天一天要上学 哎呀就很开心 笨笨跳跳去 然后一放假的时候很不开心 是没有放假 我要去学校 然后比如说像心里有爱 就是我真的能感受到 他在这个环境的影响下 因为他看到别人 对他们怎么好 他们自然而然就知道 怎么对别人好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 特别是 我觉得加拿大在学校里边 他有一个制度特别好 就是大帮小 高年级的帮低年级的 对 而且年龄差别都不是很大 比如你一二年级越读 比如五六年级的孩子 来给他读 第一个都是同校的 然后他感受到了 那个孩子对他的爱 小学的孩子 就会去看高中的这些表演 然后高中这些孩子 会给这些小学的孩子 去讲我的这个人物呀什么 就是当孩子去跟孩子 沟通的时候 他不是听大人们的说教 我觉得这种传承 是从这个体系的设计里面 一点一点 一直到传承上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 就是他们那种志愿者的 这个文化也很突出 是不是 大家会很愿意去为社区去奉献 然后还有一个是 就是我发现他们12岁以后 就主流文化 会让小孩去打工 嗯 就很快就要去赚钱 去接触这个社会 我觉得这一点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就是我先生家庭那边的 那个他的 就是侄子侄女啊 就这十多年 我是看着他们 从几岁的小朋友 到现在都进了大学 去做了不同的职业 我发现就是他们到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的时候 所有的老外的孩子都在打工 打工要赚零花钱 是因为他们缺钱吗 不缺钱 家里的这个环境都很好 都是些高知 这个 但是家庭都会让孩子们去打工 嗯 然后我们中国的这个 华人家庭的孩子呢 就是在补课 或者打比赛 这种 所以的话这个是文化差别 但我不是说好和不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 这两种不同文化下 你锻炼出来孩子的能力是不一样 这个也是一个 两个文化之间不同 所选择的路不同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在那个 就最早的时候 接触到国外的这些学生呀 或者国外的这些人 嗯 的时候我就老是很好奇 嗯 哎 为什么他们任何人看上去 都那么阳光那么自信 嗯 你其实最后了解一下他们 你说学历有多高吗 嗯 或者家里有多的富裕吗 或者是多么成功吗 好像也没有 在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 做一个普通的一件事情 嗯 你又尽量去国外 有时候就是酒店 就可能是有一个vitress服务员 嗯 或者有一个就很一般的 这个普通工作老百姓 它散发出的自信 散发出的这种阳光 我就觉得 他们这些老外 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你这感受跟我很像 因为我之前也去法国待过三年 然后后来来加拿大 待到现在五年了嘛 现在国内不是很流行的 松弛感吗 哎 哎 我觉得他们实在 其实也有这种感觉 特别是加拿大 好松弛 对 然后他没有那种 腔住的东西 还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交交框框很少 标签很少 哪怕很不一样 好像也没有觉得指指点点 评判 这一点我觉得加拿大 是比法国更好的 比英国也更好 因为在英国读书生活 比欧洲整体 但是你说哈 其实我们加拿大教育 其实应该从英国发展出来的 但为什么他 清除于蓝 圣于蓝的这种状态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么一个更加宽容 然后更加平和的 这么一个教育体系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问的特别好 嗯 也是这次我回去 我发现以后 其实加拿大的教育 就回国以后 大家都觉得看教育 都是看要么美国 要么英国 因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嘛 一个是老牌的这种 比较偏学术性的 一个是比较新派的 这种开创性的 但是加拿大呢 它是非常巧妙的 从英式传承 保证了这种老牌的这种 严谨高质量 同时又结合了北美 作为新移民大陆的一种开放 创性 所以是非常巧妙的一个结合 但是这一点 其实国内 或者是你没有在两边 欧洲 北美 亚洲三国 比较过 像咱们俩 都是这种啊 被三方比较过以后 才会有很深的一个理解和感同 哎呀一下子感觉 骄傲了很多 是的 是的 那你觉得加拿大教育 为什么不会被人看见 对 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了我很久 真正的开始理解 其实是过去这几年的时间 就在我刚开始做教育的时候 包括我女儿小的时候 我其实都没有考虑到 我都没有想 加拿大的教育 为什么和美国英国不同 或者它到底好 那好在哪里 对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呢我现在越做 接触的学生越多 越对比 再加上自己的成长的这个经历 和生活的经历 然后最后结合起来 我发现 加拿大的教育 这么好的一个教育 居然 国内没有人知道 会知道的人很少 对 所以我说是 为什么呢 性价比这么高 我们的功力教育非常好 其实呢 因为很多人去比加拿大呢 那可能就是美国的何花园吧 美国英国是老大 那不行的人呢 才去加拿大 很多人是这样考虑的 所以的话 我以前也觉得 那可能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不是这样 其实呢 他们比错对象了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对加拿大 比较了解的少呢 是因为 加拿大教育实际上 是更接近 芬兰瑞典 嗯 这些高福利国家 嗯 以功力为主的教育体系 要去比较 嗯 所以的话呢 第一它是 以功力为主 对 因为人口少 这个教育的这个经费高 它有这个条件 所以加拿大 资源很丰富 资源很丰富 嗯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加拿大这个国家 它的最看重的东西 它看重的公平 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美国是很看重 那种精英教育 要拔尖那种 但是加拿大它可能 把资源都分配给每个人 比较强调 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 是的 就是你提到的这一点 其实我也是 蛮想给到一个建议 就是你选不同国家的时候 嗯 其实呢 你作为一个家庭 嗯 每个人看成功的点 是不一样 你有的人是赚钱多是点 嗯 有的人是幸福是点 有的人是要权位高是点 对不对 名望是点 嗯 所以你每个人看这个不同的时候 你要去看这个国家 它的价值观是什么 就国家整体的文化是什么 对了 嗯 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 嗯 它所搭建的教育体系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美国 因为它是比较商业化的一个国家 它的商业化 就各个行业都很商业化 嗯 包括教育 嗯 它很知道怎么样去输出 嗯 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做marketing branding的一个高手 嗯 这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嗯 所以它把它的教育做得非常的好 美国的这个branding 真的是你看全世界都跟着它 而且它最有名的就是像藤校 对 其实都是私校 对 它需要很高的花费才能去读到这些学校 对 是 藤校这个呢 我觉得可能是世界上教育界 嗯 做branding 做品牌的高手里的高手 是吧 这是我的认识 嗯 真的你说是所有的孩子进了藤校是最好的吗 真的不一定的 嗯 因为我就是真的是经历过 看着进到藤校 最后心里出了很多问题的 大家也在心里上都看过 嗯 所以的话呢 其实进了藤校不一定是对孩子最好的选择 嗯 嗯 但我们包括这个不说 美国它做的很成功 特别是在全世界的种草 种的很成功 特别是在我们亚洲国家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咱们住久了 因为我在这边住了17个年头了 嗯 再加上我先生也是加拿大人啊 嗯 可能对这个加拿大他们本地人的一些文化 嗯 嗯 这个越深入的了解 你要深入到这个他们大家庭里面 他们的人的一些很一些很细的想法 包括我自己也是会关注 比如说他们一些主流一些 就同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其实会听华人的方面的意见 和主流的这方面的CBC啊 这些我都会经常去听 嗯 我会去就是抱着一个开放的 嗯 态度和思维去来听这些东西的时候 越听越觉得加拿大和美国差别很大 嗯 而这个呢 其实最终还是回到 它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嗯 它比如说我们一直强调的公平 嗯 民主 嗯 芬兰瑞典丹麦 包括我们加拿大 嗯 其实它最强调的是公平性 嗯 它是把这个效率和这个财富 放在公平民主之下的 嗯 你去了解这个国家 它倡导的文化 嗯 包括我们从小到孩子回来 我们孩子里在学校介绍的教育 嗯 媒体上面宣传的 嗯 和其实在现实生活里 接触到的这种传统的加拿大人 嗯 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 大家都不是那种每天要忙着去搞钱 是 是 是 对 大家每天都是唯一最重要的搞钱搞钱 嗯 这个社会的主流的不是这样子 是 是 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以后 你就会发现它的教育体系 它为什么要做功利的 嗯 所以的话其实你对比 加拿大 大家都很了解芬兰的教育 因为芬兰的教育是在国内开始去介绍 去宣传大家去研究 嗯 其实很像的 它为什么就是这样呢 就是说 呃 它这个功利的这个体系就是保证公平性 国家要下大经费 嗯 去投入教育 嗯 而投入进去以后呢 不希望这些投入资源被分流了 嗯 因为你只要有私流 嗯 百分百 嗯 会被分流到越有钱越有权的手里 嗯 所以国家要保证它一个no exit 或者little exit 嗯 就是这些资源进去以后 没有太多的出口让你去选 嗯 这样它才可以保证这个公平性 嗯 为什么你在加拿大看到所有的大学 嗯 基本上全部是公立的 是 将近一百多所大学 基本上 基本上 而且学费很便宜 而且学费相对 对本国公民来讲是很便宜的 是 是 这也就是高税收 跟高福利国家一样 高税收 然后你最后 你最后 家庭得到回馈 是从子女的教育得到回馈 嗯 同时它是通过两个方式来保证高质量的 嗯 一个是 教育经费是 所有这期里面的教育经费投入最高的 嗯 第二个是它的教师资源 嗯 加拿大的教师资源 它把最好的人才 嗯 放在教育当老师 嗯 它是通过什么保证 教师我们有个teacher pension fund 是是是 我听说过 你都听说过的 你只要一知道pension fund 是所有pension 所有养老基金里最牛的 为什么 它是最大的 嗯 就是为了保证教师们 你们教书的时候好好教书 嗯 其他不用再想 不要太想去搞钱 嗯 不要再想搞其他的 嗯 我会让你最后老有所养 嗯 它是通过体系 嗯 来去维持它的功力 教育体系的质量 嗯 和人才 嗯 把这两个把住了以后 嗯 所以让它造成了它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校的好的 包括好的老师 包括学校 其实都是留在 嗯 所以这一点其实和美国 英国日本 包括这些其实是很不相同 嗯 另外一点呢 其实又不是 跟北欧瑞典芬兰 完全相似百分百的 全部是嗯 它会有一点点 就百分之 比如六到七的这个 嗯 会有一点比如说私校 嗯 所以我们就有不同的家庭 有一点点选择 嗯 但这个一般选择就是 不会影响我们的主流 嗯 不会影响到 所以这点其实是加拿大 非常有特点的 很特色的一个教育体系 另外一个 它既然是功利的 它就不会去做商业化的运作 嗯 它不去做商业化的运作 它就不会去宣传 嗯 它就不会去太 它也不会去在这方面 拨太多的经费 嗯 嗯 因为它的这个重点 不再用这个来吸钱 对 它就不是这种逻辑 OK 所以的话我觉得有时候 看有些媒体的分析 可能大家都用 我们认知的 想当然的 逻辑去分析 有些现象的时候 很喜欢加拿大教育 然后五年时间 我是越呆越喜欢 然后越呆越觉得 小孩子接受 加拿大教育特别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会想到说 美国教育会更好 我自己会有这样的认知 因为种草被种的时间太长了 对 然后觉得像滕校 说实话 有商业的知识 它肯定会让它吸取更多的精英 或者会有更好的老师 或者更好的资源 给它配上去 它肯定会比较好 所以很喜欢加拿大教育 但关键上还是认为 美国大学的教育会更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从这个角度来给你回答吧 就是你最后上完学以后 你最终出来是要用的吧 你要回回到社会里去 对对对 分享两个例子 第一个呢 首先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 那美国首先 它的这个人口多嘛 人口低很大 它的这整个无一 无一致用 它的整个的体系 是把全世界最好的人才 是吸到它那里去了 所以的话呢 它的不管很多的产业 科研研究各个行业 它很有很多很细分的 很顶尖的东西 这是毋庸置疑的 是 但是作为教育来讲 你是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从基础教育来讲 也是很多 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华人家长 因为经常接触到 华人家长可能来里 和孩子的目标 可能就是疼孝这块 这个是没有关系 你家庭的选择 但是呢 你去 因为接触到很多本地 非常优秀的孩子 或者优秀的家庭 包括一些鼎子这些学校 我也会去问他们 有些家庭 你的孩子这么好 为什么没有去一个 这个藤校本科呢 就是在经济上 能力上 都没有问题的 这些家庭 他们就会觉得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 这个 但是他们如果好的话呢 很多家庭选的是什么呢 在加拿大 本地的这种家庭 他们可能选择 因为基础教育 我们加拿大的已经非常好了 我指的基础教育 指的是本科以下的教育 就是包括K12和本科 因为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孩子很多都是通过的输入 或一些基础性的阶段 你自己的真的爆发 创新出来的东西 没有太多 你的专业方面的深度 也不是很够 因为全部是前面软实力的嘛 反而呢 很多时候呢 加拿大本地人呢 什么时候会去美国 觉得需要去读书呢 很多是在研究阶段 为什么呢 美国确实是很多行业里面 一些很专的专业的方向 或者一些很新的选择 你的市场大人多 开的学校又多 你肯定选择多吧 是 那个时候当你通过本科 你把自己的专业都搞清楚了 你把自己真的想要 搞清楚了的时候 你再去美国 学以致用 是真正的去有用 包括你打开你自己的行业 你去结交人脉 都是完全来得及的 特别是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对接 你不像 如果从中国去 读完研究生 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你整个文化不一样 你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是 你整个底子打了以后 你光读研究生是不够的 但是如果你从加拿大 读完这些以后 你去美国 其实完全是够用的 是第一 第二呢 其实连接到我们很实用的 一个找工作 这一点不是我说的 就是我们 我前两天 因为有带学生 我们去参加一个青少年领导 这个力的一个 当时请了一个RBC 就是我们加拿大四大 国有银行的这个副总 他就是每年 会从六千份简历里面 挑十个学生 他当时跟我们分享了 他怎么挑人 嗯 他说在十来年前 嗯 他们挑人的时候 会看学校的名称 至少你要是多多龙多大学呀 皇后大学呀 这些的啊 但是他们这些年 这几年就通过挑的人以后 回来拿到过程中 作为本科生去用的时候 他发现二流的什么 就像我们什么Golf呀 贵虎呀 或者一些其他的 可能就大家都 觉得没有什么名气的 他说这些孩子 一点不比这些 大牌学校的这些孩子 就是用起来 他们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他们现在 这几年挑人的时候 已经不在乎 你们学校毕业的 牌子是什么了 他主要是看你简历里边 你都做了什么 就是我们在加拿大的雇主 已经开始 所以挑选的时候 是这样挑选的 所以就反映出 你说的那个问题 其实加拿大在你说 在这个研究生以下的教育 相对来说都很公平 资源都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接受的水平 其实都已经差不多了 是的 因为他在本科里 保证了很高的 一个教育质量 而且很接地气 因为加拿大的本科 这个我可以完全重新 看另外一个话题 来讲这块 来怎么样来的运作 但是就是因为他已经 保证了这块 所以在加拿大本科 毕业出来的 不管是以后去腾校 因为很多美国 其实各个行业 做出有贡献的 实际上很多是加拿大人 他在加拿大接受了教育 商业落地 在美国落地 包括马斯克 对吧 都是在皇后 最后商业落地 最后去了美国 所以其实从教育来讲 加拿大的基础教育 就是本科以下 本科级本科以下的教育 是世界一流和美国 没有差别 我觉得有可能还 会比美国好 因为整个国家这种文化 这个价值观 我特别喜欢 它的这种是特别 以人为本的 在培养小孩的 这种实力上面 这种爱心上面 我觉得自我的感觉 是超过美国的 是的 你说实话 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 我也是特别是 因为我觉得美国 还是一个 怎么讲 美国更像一个大杆刚 对 因为环境 情况 族群 社区 城市差别太大了 是 像我们加拿大 其实差别 特别像我们奥克威尔 大家老说这个奥克威尔 到了奥克威尔来以后 还在纠结学校 如果你在纠结什么学校 你就都已经到了加拿大 最好里的最好了 你还在纠结什么 所以的话我觉得是 特别是孩子 如果做教育的话 我觉得我们加拿大 更纯 更近 就是能安下心来 环境也更简单 更适合孩子们 比较纯粹的来自我发展 把一个好的人格 一个善良的一个心 是 先长成熟了 先滋养起来 是 以后再去拿这个底气 再去走向那些 很多元各种情况的社会 对 是这样 就是美国 它的整个社会结构 就是贫富差距很厉害 导致它的教育上也是贫富差距很厉害 是的 还有世界最有名的那种顶级私校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 非常多 就是那种比较差的社区的问题 对 上下差的 然后同时你看我们加拿大 它其实整个 你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蓝领白领 生活方式 階级差异没那么大 同时收入差异也没那么大 差也没大 整个国家是你一直在强调那个公平的一个状态 就反推到我们这个教育 它也是同样的状态 就有一些是比较顶级的 可能占很少数的顶级的精英教育 但是大部分还是种大众的教育 是的 对 然后资源啊 然后这种投入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是 从整个国家文化 然后推到这种教育文化 再推到这种价值观 其实都是一脉相成的 所以我们应该就到这一点了 为什么价值观越来越重要 就是以前觉得是一个很空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 一定的阅历 再去看你周围身边的 或你看到的每个人 成功人背后 它的原因 其实最后都是归结到它的一个初心 就是你越有大爱 你会越有大成功 越有大格局 你才会有大成功 即使没有成功 你自己的幸福感 从老百姓来讲 你的幸福感 其实都是归结于 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 不就是你的价值观吗 是 而这个东西 你个人 如果和环境不一样 不是很痛苦很别扭吗 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像你一样 你来了五年 你就会感觉到 我们加拿大真的越呆越喜欢 是 因为这和你的价值观很相似 是 我也是 我也是越呆越久 我越喜欢 是 因为我们都是同样价值观的人 对 很幸运地选到了 跟我们匹配的 匹配的国家 尽管来之前不知道 来了以后才意识到 你在这边也是接触了很多 在加拿大的中国家长 然后我就特别好奇 他们有什么不同的一种状态 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特别是加拿大的 这个华人群体的家长 特别是比较新的 是 是 我看到很多的亚裔家庭 很多不想自己看到的一面 很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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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就是想象里整天天马晴空 让你该做的这个 让你该做的一些 给你布置的一些 课后作业的这些题 怎么就不做 就很痛苦 包括一些文化观 他看到的一些青少年们 喜欢看的一些 听的歌 看的一些剧 家长就是觉得看不惯 很痛苦很炸 但是呢 但是青少年们也很痛苦 因为家长给他的这个标准 和他外 他为什么我的周围的同学 都没有这些补这些课 没有做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都要去上这些东西 所以的话呢 其实在亚裔家庭 很多很多的亲子的这个冲突 包括青少年的很多的 心理健康问题 因为中西文化冲突 其实是蛮严重的 就是中西的这个 有的时候不光是不一样 有的时候是相反的 甚至是 所以的话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家长唯一我觉得能做的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慢慢的 开始往后退了 因为孩子其实 在来到加拿大社会以后 通过学校 通过外界接触到的信息量 和他成长的 对这个对他的影响 远远要大于 你可以去控制 或者想要改变的 这个力量 其实就是回到一早我们说的 其实整个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 是的 你凭一己之力 你是没法去对抗这个环境的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国的文化 然后呢也沉浸在这个西方文化 对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 需要这种成长性思维 去适应现在新的环境 然后适应小孩子 他已经不是你以前想象中的 在中国代大的那个小孩子了 或者是不是用自己的成长的标准 或者成长的经历 对 来去指导 没错 对 没错 其实要非常开放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也是一个 又回到成长性思维 我们家长首先先做成长性思维 对 先去了解 先去观察 而不要去评判 贴标签 成长性思维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把所有的事情 特别是犯错 是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 是 当你有这种思维来去看待孩子 甚至看待自己的时候 是 其实你就没有那么多 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 是 一下子就得到缓解 这一点是所有这边的 也是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 加拿大教育和学校 跟国内很不一样的 但是很多 说回到中国家长 中国家长就会说 那你老师什么样都说 孩子说了什么 永远家长会 永远是好的 再差的孩子 老师总是要找一些 几个肯定句 最后 那个跟你说缺点的时候 最后都是 需要提升的空间 是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他会希望你是 终身成长的一种思维 这个呢 这个思维是欠在他们这边 这个老师的这个骨子里 或者他们欠在他们自己的骨子里 因为他们从小是这样 被鼓励成长起来的 他自然而然的去做这件事情 不是像很多华人家长讲 老师光会说好话什么 也不管 根本不操心 不负责 所以的话这个其实也是 中心文化 包括教育里面很大的一个不同 对 我也看到很大的区别 就是我会发现很多家长 他们不欣赏这种教育 他们觉得小孩子就得要骂出来 就得打出来 你放错误了 那你就得改正 就是这种想法 跟我们以前这一代 接受的这种教育方法 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 其实我看到比较大的一个 就是视角上的不同 就是关于快乐教育 因为我旁边很多人 很多家长 提到快乐教育 他们都是嗤之以鼻的 对 快乐教育 那你现在是快乐 那以后怎么办 对 我觉得他们对这个快乐 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吧 有时候我也看到有些短视频 他都会讲什么 这个西方的快乐教育 是陷阱 对 是什么设计好 给你普通老百姓 你去快乐吧 傻乐 精英教育就不是快乐的 很卷 我就看到这种观念 我就觉得 真的是哭笑不得 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 加拿大的教育 是快乐教育 嗯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快乐 是内心充盈 当你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 跟你的体力上 跟你的时间分配上 是没有关系的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就有点像 所以就是当孩子们 比如说跟我女儿一样的 或者我看到很多的 这个学生 当他自己 找到他自己的热爱点 像我女儿他们 两个人都在做体操 训练体操 这个体操都是他们 自己探索了很多以后 我自己选的 一个星期 比如12个小时的体操 我觉得他们好累呀 你看着都觉得累 我看着都好累 因为我就看 或者有时候 我们活动太多了 安排不好的时候 我说那你能不能把这个 减少一下 绝对不行 体操绝对不能减 他们自己说不能减 他们自己真的是太爱了 所以你说他快乐吗 他很快乐 他累吗 非常累 他忙吗 非常忙 并不影响他的幸福感 所以我觉得 当你认为快乐教育 是傻乐 是爱不做的傻乐 这个就是一个误解吧 很多人认为的快乐教育 就是说什么都不做 但实际上真正的快乐教育 他跟做没做事没关系 而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你是出于喜欢 还是说你是出于恐惧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加拿大的教育 特别是在中小学以下 我觉得我们加拿大教育做的事情 而且已经实现的事情 其实是回到了教育的本质 就是来激发每一个个体的热爱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非常了不起 因为他真的可以通过 当然不能说还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他的老师 他的体系和我们身边自己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孩子做的事情 都是每一个人在找寻他自己内心与生俱来的一些天赋的东西 然后优势的东西 然后通过刻意的训练把它发挥到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个点 我觉得你就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 而且是你做这件事情的热情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你就会是幸福的 你不发光没有关系 我觉得至少某一个身是没问题的 然后你也是会很幸福的做这件事 这就跟我现在做教育和以前做金融是完全不同 所以当你为了做工作你就是进去那个环境 进去你还是那种就是一份工作 但是我觉得和我现在做教育 每天去研究这些东西去读去想 完全不知疲倦的这种热爱和这种幸福感 满足感还有成就感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的话快乐教育我觉得其实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谁不想快乐 对呀 我觉得加拿大就是特别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社会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这一点呢 其实包括我的学生 嗯 都会跟我反馈 就是他们当时跟我讲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感受不到这一点 嗯 然后比如我有学生去了英国 嗯 他到了英国以后 我去做回访他 他就说 莉莉老师我真的是那时候在的时候 我有没有觉得怎么样 因为姐姐从国内去了国外 觉得国外都这样吧 嗯 那他最后到了英国去去读书 嗯 他最后说是 真的是离开加拿大我才会意识到 嗯 加拿大的人有多友好 是吧 在那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有多安全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是 不管是到了美国去读疼校的学生 嗯 到了英国读J5的学生 嗯 全部跟我讲了这句话 是吧 就让我觉得这个社会的 但这种爱是你一定要生活过比较过 才能够 但这种爱 是跟你每天的幸福感是相关的 嗯 所以这点我也觉得是 哇 真的是我们 我们家真的很好啊 很低调的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你 上次在朋友圈发的职业规划的那三句话 就是用人生角度去看教育 对 我是有一个理念 只是我的初心 也是我的believe 就是用人生的眼光看教育 嗯 如果教育只是学校的话 嗯 其实这个教育的意义就没有那么的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成长型的思维 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 也是给我们孩子带的心态 嗯 心态不一样的时候 孩子他自己内心 成低下来的这个 这个底气是不一样的 对 一次两次的失败没有关系 对 我就是没有考上这个学 没有关系 50岁都还可以成最开始 对 对啊 我都是年过不获了以后 重新换职业也没有关系啊 对啊 我觉得你的这个人生经历 就特别激励我 然后我觉得就是 特别是用中西思维做指导 对 这句话我也特别喜欢了 我们华人来到我们西方社会 嗯 他肯定是不能只是按照华人的 是 也不可能我们一下把西方的就学会了 嗯 或者就知道会接受了 所以的话怎么样去做指导 在不同的情况下 哪个中哪个亲 该怎么样去换角度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中西文化的 这种生活状态是非常非常关键 嗯 这也跟我的因为自己中西合璧的这种 经历是有关系的 嗯 然后我觉得第三句话呢 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做规划 嗯 这个规划呢 我觉得国内现在不是有很多有规划 我觉得有个叫张雪芬的 引发了大论就是 学新闻的以后都不能再报新闻了 新闻专业都死悄悄了 嗯 心想天哪 这个你给孩子怎么能用这种方式去 给人家孩子指导人家的人生呢 嗯 所以的话我觉得规划的话 就是一定 特别是来到 来到我们西方很多中学还是讲科学的嘛 嗯 包括咱们加拿大的在很多中学 就有做孩子的一些职业启门 孩子的规划 他的这个优势天赋 怎么去看待 这些其实都是有科学验证 背后都是有学科的 嗯 都是有方法 然后呢就是我会去把这些东西都学会以后 这样去指导孩子 因为那是孩子的人生呢 是 那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什么东西 没错 没错 所谓现在很多的规划师也有出来的 这种的 我看有很多这种概念 有做的很好的 也是很乱 我发现做的很乱 嗯 但一定是要选对科学的一套方法 嗯 因为人生 其实你想人生的成长阶段 社会再变 嗯 文化再变 国家再变 嗯 人生发展的成长阶段 每一个阶段关注的点 嗯 它是永远不会变的 你六岁以前做的事情 嗯 六岁和十二岁之间做的事情 嗯 十二岁和十八岁之间 你身体发生的变化 你需要去着重的点 嗯 你这个到二十多岁本科以内 你能做的 你该做的 这些是不会变的 嗯 这其实就是每个人必经的 这种成长阶段 对 嗯 这些东西呢 它其实已经在我们西方 其实是有这些理论 都已经很成熟了 嗯 所以的话呢 我就也是这些年 我一直在学这些东西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 去拿这些东西 去给孩子做指导 是比较科学的一种态度 通过教育 这条路径 嗯 最终实现的是 让孩子的脸上呆笑 嗯 让他的眼里发光 嗯 让他的心中有爱 这样的话 他才会是一个有幸福力的孩子 所以最终是回归到你孩子本身 对 你的孩子的特点 每一个孩子 我觉得天生出来 都是一块宝石 我觉得我们加拿大教育体系 不能说完美的 但是他真的是 已经在最大努力程度 在这个世界 这么纷乱的这个世界上 嗯 这个体系还在最大程度的保护每一个孩子 其实是很不容易 很难得 真的真的特别同意 感觉心里也特别温暖 为加拿大教育点个赞 好了 那这期节目 我们就录制到这里 也感谢莉莉姐的精彩分享 那么如果大家对加拿大教育有自己的看法 欢迎给我们留言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加拿大教育的问题 想要咨询莉莉姐 那么在shownotes上有她的微信 欢迎大家添加咨询 相信她会给你们很多客观中立的建议 如果大家只想要主观个人的建议 那么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我会给大家一些生活式的一些经营分享 那么再次感谢莉莉姐的分享 也谢谢贝贝的邀请 希望这期的节目可以给听众带来一些不同维度的思考 拜拜 好的 那再次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